歡迎光臨 太好了 太好了 貝林哥有兩個寶貝 你大概比較正常生活 有 真的是會比較早起 要配合他們 就大概你7點就會起來 就是生理時鐘已經調整了 我才剛睡呢 因為長時間喜歡 所以我個人的生理時鐘就是這樣 可是怪的就是皮膚還這麼好 真的 這個是 這個是讓人家就是覺得 會羨慕 有些人會嫉妒 對 嫉妒以後就變酸民就要酸他 沒有啦 我說會這樣 可是就是因為 酸你們家也酸黑人哥 我確實 謝謝所有PTT 所有愛護我的朋友 沒有我 你們也是過得滿好的 沒有 不是 他們還有別的對象 對啊 我是其中之一的領黑卡的人 沒有... 謝謝大家 對啦 皮膚這麼好 超好的 沒有沒有好 三家 超好的 沒有了 以妳這個月人無數 這個算是很頂級的 這個是月人無數 這個算... 要加上我的年紀考的 對 所以這個如果說真的要嚴苛來講的話 大概最多落在30歲的肌膚吧 真的 你很好 真的 我真的是長期的夜貓子 但是不純然說天生怎麼樣 可是我自己是很有我的養生一些方法 對 今天我覺得最有資格推薦 尤其對皮膚好的東西 我都是神農藏百草 所以今天要多說一些 是 好 來 我們今天看晚睡怎麼樣 讓你精氣神都很好 歡迎我們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 上班族最佳的保養老師Sam 大家好 我是Sam 經常熬夜會變老 今天教的方法讓你再晚睡都不怕 歡迎時尚叫我們咪尾如 來告訴你 此歲一小時遠的輕鬆片仙女 好 請想歡迎 西立宜要記者洪素卿 好 上班族晚睡常常是不得已的 所以今天有一些小偏方 你一定要學 好 請想歡迎小夢寧 養師劉依莉老師 你好 熬夜前跟熬夜後 如果吃會東西的話 你隔天起來氣色還是非常好 耶 歡迎依莉老師 接下來歡迎是 鐵肺女王胡琼音 你好 今天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你怎麼樣就算晚睡也可以互嗓 唱出好聲音 來 來 歡迎瓊音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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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最欣賞我的聲音其中之一 對 她的Live你聽過以後 你就會變成她超級 真的 謝謝 來 今天 對 就是要跟大家說 我要辦演唱會了 就在這個三創生活園區 12月9號 禮拜五晚上8點 當然所有的上班族下班之後 可以慢慢的過來找我 英式搖滾 裡面唱的大概是有哪一些歌曲 裡面唱的會有一些我自己的創作 然後還有新歌發表 而且非常非常的英式搖滾 而且還會有大家期待的 很High的EDM 好 今天帶來哪一首 今天想要唱這個 Beyond的海闊天空 掌聲歡迎 謝謝 厲害的是我們這邊音響那麼爛 對 所有音響的費用 對 全都去交歌的節目 真的厲害耶 好厲害 真的好棒 這麼嬌小 我這麼大了 對 很厲害 妳平常幾點睡 平常真的都兩 三點 兩 三點 對 兩 三點 也是會晚睡 這好像難免會晚睡 對 而且有時候表演之後 腎上腺素還在 要發洩 對 不是 現在有時候藝人會晚睡 就是看看劇 不是那種發洩 也會運動 對 對 就沒有辦法那麼快 琼音 我跟妳講 妳就是為人要正直 妳有一點想到很厲害 因為我今天是紅 好 歡迎琼音 所以晚睡可是要維持她的賞音 對 沒有保養秘訣對不對 來 我們看看幾個 晚睡也能好氣色 第一是睡前的晚餐 盡量清淡 對 對 對 我有一個朋友她也是 她也是跟老師一樣很晚睡 可是晚睡就很容易肚子餓 肚子餓你就想吃一些宵夜什麼 但是她就選擇吃水果 可是吃水果晚上吃水果 這樣睡前吃真的對身體好嗎 要看涼了吧 要看吃什麼水果 台灣人不是說半美吃 洗過也環節嗎 對 意思是 如果是多水分的水果 水果其實水分含量很豐富 因為吃得多水分又多 你可能晚上反而要起來上廁所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是如果你選的是太甜的水果 因為像有些人是擔心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 除了說怕你吃太快吃太飽 然後太油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太甜 水果如果它很甜的話 會使你的 我們這邊 我們連接胃跟食道這個地方叫噴門 它會使得你噴門這個肌肉鬆弛 所以反而更容易胃食道逆流 所以你必須避開太甜的 水分非常多的 而且量也要控制 否則你可能越吃 所以你覺得水果很健康 可是對你反而是不利 芭樂可以 芭樂就相對OK的 芭樂好 醃的 醃的就不要太多 鹹的 對 他們有些糖精裡面 還有醃的或者粉 美粉 甘草粉 對 因為其實在吃夏夜這一塊 我自己也滿注重這一塊 因為我晚上我可能盡量吃比較 因為我有時候也是很晚睡 對 所以我都會吃比較容易消化的食物 你騙人 真的啦 真的 都是他在看起來 好像不是這樣 還不是陪他還好像這樣 他在那邊不是這樣檢視嗎 不是 真的 吃到沙茶火鍋 對 要拚的 要拚的 有了...有清淡 所以要吃清淡一點 所以像我有時候可能 走出去可能 買一些可能晚上的食物 什麼鹹酥雞 或一些什麼麻辣火鍋比較重 可是我可能就盡量不要挑那些食物 所以 久了我就自己 就自己煮 謝謝講願心 久了我就自己不煮 但我今天有煮一個 我平常會煮的 你講話有時候要堅定一點 對 我今天又煮了一個自己 平常會煮就是 私木魚粥 對 自己煮的 很好吃 對很好吃 沒有...我跟他講 大家不要把想像私木魚粥很難處理 所以私木魚現在在傳統市場 都有幫你把魚翅全部調好的 切片的 對 然後裡面就是水 然後再加薑絲 然後如果說你要調味 看你要自己怎麼調 像我都是加一點點鹽巴 跟一些油蔥酥進去這樣 而就有點香味 油蔥酥看你要不要加都可以 然後是清淡的 爽口的味道 你看 清清爽爽的 好好吃 他自己說 自己講 自己講 粥是真的滿甜的 對 但是私木魚好像有點硬 因為剛剛放了有點冷 加熱冷掉了 對 好好吃喔 好吃對不對 好吃嗎 自己做的 對 那有時候其實你可以不用 一條私木魚全部吃掉 你可以分兩次 好可以一半 一半 然後一個晚上吃一片 這樣也可以 好好吃 真的好吃 因為我還沒吃啊 妳早餐還沒吃 沒有 是真的好吃對不對 真的好吃 對 最愛吃的 對 因為像我覺得說 有時候晚上真的想要吃 清淡一點 那我聽說吃沙拉 可以幫忙排毒消水種 是真的嗎 排毒跟消水種 看你沙拉怎麼吃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用了很多 大量的什麼美乃滋醬 那你是主要是以天然的蔬菜為主 搭配一些 比如說有些人搭配烤的雞肉 或一些魚肉類 海鮮類 其實OK 為什麼 所謂的排毒主要的效果 來自於你的大量的纖維 因為纖維可以幫你在腸味道 把一些包括我們的膽酸 或什麼不需要的東西 把它排出去 排出去 所以第一個是排毒的效果 是來自於這個 那至於消水種 可能是因為裡面很多蔬菜 它相對於高價 所以對於現代人吃高鈉的來講 可能有這些效果 但是如果你是拚命 早上吃很多阿里布達的東西 又吃很鹹 光靠那個排毒消水果 可能有限 有限定 營養師 依依老師 好 我今天來介紹就是說 如果熬夜前的晚餐 大概要注意幾個 因為現在尤其是上班族 很多人胃不好 對 所以其實熬夜的話 今天已經預訂到熬夜的話 因為你熬夜都是坐著 你很少走來走去 所以容易脹氣或不舒服 所以倒是有幾種蔬菜 你會覺得它健康 但事實上它容易產氣 如果你吃多的話 包括現在盛產的白蘿蔔 還有洋蔥 還有高麗菜 這個是大概在產氣 前幾名的一個蔬菜 然後另外你的點心 像有些人熬夜 會吃一些小餅乾 小點心的人吃什麼豆干 這個容易消化不良 對 然後還有就是 不要搭配碳酸飲料 然後一邊熬夜 不要一個晚上都在嚼口香糖 這個都是容易造成 你產氣的一個不舒服的狀況 然後另外 剛剛其實聖老師有提到 就是確實是油炸類的東西 它很難消化 所以它有一些 比如說如果你要吃滷味的話 像有一些牛筋 或是雞翅可能就要避開 然後糯米類的 晚上的晚餐盡量不要選擇 像肉粽或是米糕類的 因為它的消化時間 真的比較久會讓你不舒服 還有肉乾這些 然後另外最後其實我建議就是 如果考慮到熱量的問題的話 其實要避開這三種東西 就是晚上的時候盡量少吃一些 比如說像羹麵類的羹湯 比如說魷魚羹麵 魷魚羹湯 或是燴飯 如果喜歡吃這些的話 可以把它放在中午 剛剛其實魷如介紹這個 如果真的要吃晚餐的話 或是宵夜 尤其是宵夜 我們控制在熱量 大概300大卡以內 所以如果你有些 蔥泡包 或是一些素食包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熱量這樣子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補充維生素 喝大量的水 對啊 因為像有些人說 葡萄柚汁它可以排毒 又有豐富的維他命C 又可以增加免疫力 因為像我不喜歡喝開水 我可不可以用 就是把葡萄柚汁取代開水 然後多喝葡萄柚汁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葡萄柚 經常出現在很多名人的 減肥的菜單裡面 對 非常多 相對如果說跟市售的 或者你各種果汁排開來比的話 它相對算是熱量沒有很高的 大概只比番茄汁稍微高一些 所以熱量沒有非常高的情況下 可以適量喝 像快到年底要盤點 那我下班時間就會變得很晚 而且現在就是聚餐 聚會也會變很多 你盤點你會不會自己套進去 我穿回家穿一下 不會 不會啦 因為我是第一件 不會這種事發生 不會 盤點是時候點貨 我不可能試穿 就套進去 穿回家 不會啦 白了位問一下 因為它那一件很貴 對 超貴的 對 像這樣變成說 晚上就是跟朋友的聚會就會變很晚 而且像你看 現在又要經歷過到聖誕節 然後跨年又尾牙 對我們女生其實就很傷 因為要熬夜 然後皮膚就會容易蠟黃暗沉 對 像我隔天上班的時候 就會變成氣色很不好 然後像我們年輕 就是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還沒有什麼感覺 就覺得說沒關係 熬夜熬個幾次 一天睡個小時都沒關係 但是現在真的沒辦法 像你只要一熬夜 那氣色就會很差很下了 對 然後像幾年前我開始我有喝這個 我就覺得 喝完之後 真的就是氣色有改善 而且像我就是平常淡妝 然後素顏 我也覺得都沒有在怕的 真的 超好的 欣宇 她應該算是你們天團裡面 公認皮膚算千金米的 超好 是嗎 為什麼妳講超好的時候 臉上有一種 很不得已 很不得已 她就覺得我怎麼那麼像外樓 怎麼化都覺得 對啊 就很黑 又不想抓朋友 大家都不想要做Yumi哥 真的 真的 如果欣宇也沒有到不好 只是說欣宇跟Yumi比 欣宇的膚色就沒有Yumi那麼漂亮 你 你 你 等一下 你以為你很會安慰人 你以為 等一下 膚色跟膚質不一樣 對 對啦 她是小麥 膚質不錯 小麥色 不要這種 小麥 誰要 誰要小麥 那 肚童 肚童 不要嗎 有黑 有黑 亞洲就是喜歡白 對 我們膚色到了歐美 他們最喜歡的肚色 你去歐洲都這種 其實現在在台灣 歐洲都不是 美國 美國 對 像我妹妹的膚色是類似 像這樣子 健康 健康 可是膚質也很好 可是她是天生就是 歐巴鐵 對 又安慰到你了嗎 其實很多人熬夜會吃水果 對 但是因為你剛剛提到一盤 其實建議還是不要太大盤 通常我們建議的 宵夜的量大概就是一整 一小碗的 就是我們一般吃飯的 飯碗的一碗 然後你剛剛提到水果裡面 其實葡萄不太建議在 太晚的時候吃 因為它具愛值很高 所以會讓你餐後血糖 就是會上升得更快 就下降得很快 所以你會覺得很疲勞 現在有那種葡萄超甜 對 超甜 而且五指的 很貴 那種炳極麥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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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進口之類的 對 她臉翻桌 甜度都已經超過 我們一般市售的炭酸油 超甜的 對 色沙 所以葡萄要放在白天的時候吃 它真的比較甜 晚上建議吃的水果 我倒是建議四種 星宇不洗臉 全場都嫌棄 如果沒有好好清潔 很容易就是會 有卡粉跟粉刺的狀況 妳覺得是不是 星宇就沒有出動 沒有 沒有 因為之前有推薦她一些東西 然後不讓她沒有照亮 真的 你看水果 菇仔 有 小豬臉 我晚上建議吃的水果 我倒是建議四種 一種就是巴勒 剛剛提到的巴勒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木瓜 因為木瓜其實維生素C高 如果晚上你熬夜 你壓力大要準備案子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木瓜 然後另外像我們冬天的草莓 草莓維生素C非常高 如果你嘴巴破掉的話 其實晚上吃草莓也OK 然後最後其實可以吃一些 比如說像我們當季的小番茄 或柿子其實都可以 但是記得你就是要控制在一碗內 慢慢吃了 有時候一口就刷住 如果真的太餓 我建議可以稍微補 一湯匙的小的堅果 那你就會發現你水果沒有吃那麼多 可是老師剛剛講 都沒有提到我們家喜歡吃的 水梨跟香瓜 水梨可以 水梨它的 水梨 香瓜呢 香瓜它是屬於比較甜一點的水果 對 所以水梨它會 不過香瓜比較容易怕 哪裡不好去 你刮刮就要消息 刮裡面那個東西 對不對 那麼懶 等一下就弄一弄就好啦 我說那種就是一口接一口 一口就要洗啊 很方便 對啦 對啊 草莓沒洗的整天 我家吃不起草莓 那你適合吃那一種藍莓 那一種都不用 就直接吃就好了 你適合吃蔓越莓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吃蔓越莓 沒有啦 蔓越莓是女生吃的 對啊 男生尿到鹽的話 不行 你也有尿到鹽啊 謝謝 我是聽說 不論你是多晚睡 或者是睡到幾點 反正你早上起床 你就是喝一杯 500CC以上的溫開水 聽說這樣子會對那個 確實是會有幫助 但是一定要 是不是一定要灌到500CC以上 我覺得其實一般一杯 溫開水也就行了 因為它有兩個幫助 一個幫助是說 因為我們早上起床喝水之後 可以讓你的腸胃開始蠕動 因為現代人通常都睡眠不夠 所以老實說 從起床到要出門的時間很短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也來不及吃早餐或幹嘛 可是如果你不吃早餐 就會導致你 沒有啟動你的腸胃道的反應的話 你常常會有 沒有辦法在早上最好的時間 上大號的這個問題 可是如果你先喝一杯水 就可以幫助你在出門前 可能就把這件事做完 有一個儀式啟動 對 這個啟動它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你知道嗎 為什麼常常你會覺得冬天 然後清晨的時候 是救護車最常出現的時間 因為那段時間也是剛好 中風跟心血管疾病 好發的情況 再來就是清晨的 3到5點這段時間 就很常出現 然後3到5點 你又要講陰陽交界的那個時間 小心 你不要一直往那邊去引導 嚇了 在這個節目一定不能有邪念 不然就不小心就會倒了 你沒講錯 我住在台大醫院附近 而且我30點都還沒睡 真的是猛音 就那段時間最常見 就是因為他們也會認為說 那段時間相對 因為你一整天到晚上 可能怕那個都沒喝水 血液相對是濃的 所以容易 剛好一些反應就會容易出事 所以早上起完給自己一杯水 也是好喝 對 熊音呢 我就是晚上的時候 如果是肚子餓的時候 我會吃奇異果 奇異果 因為奇異果它對聲音也好 因為其實像歌手 沒有辦法365天都完全是完美狀態 可是一定會碰到 可能會有被病菌感染 可能感冒或者是喉嚨上面有點 你有高音上不去的時候嗎 我有曾經有感冒 但是我感冒就是 現在的感冒病毒很可怕 就是會留給你高音 但不會有低音 就是可以一直唱 用真聲唱 但是你會完全沒假音 你講話可能會變成男生 對 但是你唱歌還是可以 但是它就可能 音域的上面還是可以這樣 那時候會很沮喪 對會非常沮喪 因為你原本可以做得很輕鬆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做這樣 窮音是歌唱比賽出來 對 歌唱比賽那個 其實你要短時間內 要準備很多曲目 對 那時候壓力應該是最大的 對 壓力大 然後心理的狀態也很重要 然後吃的東西也很重要 然後之前的時候 我媽有給我一個就是 輕音丸 輕音丸 對 好厲害 它是一個有名的藥廠出的 真的 一開始你打開裡面 你會發現這麼大顆 這麼桌子 它是沒有 並不是要吞這個 好像鮮蛋 對 看上腦筋 就要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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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有些是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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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鋪�鋪� 就亂塞 才知道 對 這個標榜這不是塞技 這是要打開的 它裡面就有一個 好大顆 好大顆 還是很大 對 但是還就是可以 你可以慢慢的 因為一開始 第一次吃的人就會覺得說 非常的 難吞 對 非常的難吞 你可以就是捏一點點 捏一小塊 對 我以為是塞的 它是要吞進去 對 就這樣子 會卡住吧 韓吧 你可以這樣子捏一小塊 它是用含的還是用含的 含啊 含著 含著讓它慢慢化掉 有一次我媽媽的一個朋友 不是吞吧 不是吞 就是含著讓它慢慢化掉 反正吞的話你又要摳 把它摳出來 對 會卡住 可以一大顆這樣子吞嗎 含嗎 可以含一大顆 也可以含一大顆 因為後來吃習慣了 就含一大顆 對 而且那時候我是因為 我親眼看到我媽媽的朋友 他就是完全變成 超級沙啞的聲音 他講話都沒有聲音 後來他跟我一起開車 到了一個城市 就要兩個小時的車程 然後我媽就讓他吃一顆 含著 然後就睡覺 然後騎來的時候 他聲音就完全正常 然後我就嚇到了 對 我就嚇到了 所以這七一丸 算是我的一個秘方 如果我今天聲音不太舒服 我會含這個 因為它其實它裡面的成分 就是比較重要 就像那個穿背 還有那個烏眉 烏眉對聲音也是好 酸酸的東西對聲音是好 這個等於它的身材工具 對 這個叫保養 這也是我的身材工具 對... 老師要一直講 對 教課 我們老師生意不好就糟糕了 對 妳有少加過嗎 妳有少加過嗎 只能捏一些 不能一顆 也一顆一顆 可是我怕妳會 老師會不會 怕刺苦 怕刺苦 會苦喔 他會苦啊 乾苦... 很可怕 很可怕 好像壞掉的桂圓桿 有點抬燒味的 苦苦的桂圓桿 苦苦的 可是我想應該很棒 妳剛剛這樣子真正 老師妳教書期間 妳有少想過 沒辦法上課這樣 我不成 除非我感冒 就是大成感冒 媽媽一定會跟著感冒 可是我還是七天要講話 就真的啞了 要不然我真是 外年不啞的喉嚨 不對 我跟老師 妳很小心 妳有沒有放一個喇叭 現在有很多那種 就是直接 連去診所很多醫生 因為一天要看幾百個病人 他都掛一個小的麥克風 在這邊講 對 會有這種 我倒不是為了我 因為我旗下很多英文老師 他們每一次都 小朋友管你秩序什麼 聲音都啞 這個好玩 他大量的經過 對 就是如果大家怕吃苦的話 可以做一個預防的動作 就是我有喝蜂蜜水 蜂蜜水 但這個蜂蜜是紐西蘭才有的 百分之百是紐西蘭出產的 然後在這個 這個蜂蜜它是有活菌的成分 有一次我媽媽的嘴巴破 然後她就拿來擦 然後第二天就好了 對 因為火氣大你會就是 可以這樣做 那是因為那是麥努卡蜂 對 麥努卡蜂 你如果去 現在通常你會去買這個 據說他們當年發現 麥努卡是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它的味道其實怪怪的 如果你吃就不習慣 所以當地的人 本來是不吃這種蜂蜜 所以都是把它賣給養牛的人 就讓它加在牛的飼料裡面 讓它吃 後來發現有吃這個牛 好像那一年都長得特別的好 而且比較不會生病 他們才發現這是有用的 所以他們現在是有科學性的研究 然後把它依據裡面 活性成分的分級 所以你們去買 如果你們去永西蘭買 要記得看它有UMF 就是它有不同的活性等級 如果10 10以下就是把它當蜂蜜吃 那如果10 就是一般認為說 你如果像他們保養用 最高可以到多少 可以到25以上 可是他們說可能那就非常貴了 非常貴 超貴 超貴 差很多 所以一般人只是保養用 像它只是抗菌 不要讓它太那個 那就大概10左右而已 10的 那很多人是為了 有23的嗎 沒有 我沒有看過23的 為什麼要23 有20的 我只有一個紀念罐 不是 我要那個瓶子 喬丹的是不是 我幫妳問 我都要紀念 很多人吃它是為了那個腸胃道 有些人可能是 有些會腸胃的問題 那你就 可是很多人吃錯 比如說把它用熱水泡乾 其實就是一匙 你先喝水 然後一匙含著 讓它慢慢的滑掉 對 像我自己熬夜 我不在乎這件事情 反正嗓門就已經壞了嗎 但是我很注重 妳常常破音耶 對啊 妳可以職業破音耶 就很容易騷擾 這兩年我發覺人家是 就很容易破音 對於就沒有在保養 這是妳天生的聲音嗎 沒有 我就發現就是 好像進演藝圈之後 可能講話嗓門越來越大 就越容易破音 就是有職業傷害 但我就已經不在乎這件事 我比較注重就是皮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在晚上 你吃大量的維生素C或E 就是有保養的功能 所以我自己平常在晚上 如果熬夜的時候 一定會吃這種新鮮的藍莓 跟蔓越莓 因為沒有很多維生素CV 有花心素可以抗氧化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一個缺點 就是他們超難買 而且不是隨時都買得到 而且包括妳吃這種蔓越莓乾 雖然對泥尿道很好 可是妳不知道 那個廠商從哪裡來 加了多少糖 妳其實吃下去 都是胖子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後來 就會改成跟Yumi一樣 我會喝這個副莓 這真的很有 這裡面除了五種莓果 裡面有一個最珍貴的莓 叫做巴西莓 它的結果至少要4到5年 也就是說 你要吃到巴西莓已經非常珍貴 它裡面竟然就含有 然後你可以把它打開 我每次都是睡前這樣子喝 然後它有點像是精華液一樣 這樣子濃稠的感覺 然後裡面除了五種莓果之外 它還有很豐富的 葡萄籽的萃取物 裡面有豐富的原花青素 可以抗氧化 所以我就會趁睡前的時候有沒有 邊睡覺的同時 把這一瓶喝下去 然後就順便幫你修復 隔天早上起來 你就會發現你的皮膚其實 就變得非常好 然後你如果要加強保養的話 我會早晚喝一瓶 晚上睡前喝 然後早上的時候 我可以當早餐配著沙拉吃 或沾麵包 任何時間都可以吃 真的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就是它剛剛在倒的時候 你頭會突然間這樣 就跟著它這樣倒下去 我是白的味 我是講我剛剛的反應 怎麼會這樣 我幫你看 我一回程講說 我怎麼順著你的水流這樣 而且沒了 你就順著沒了 沒有 我是想探討這個 順著沒你的節奏 對啊 沒了 沒了 誰要 我有這一杯 所以你也來 我覺得女生應該很虛好 對 應該要 男生也可以 我最喜歡喝這種東西 你命要到嗎 而且這在便利商店都買得到 對 就隨便拿都買得到 對 我常常看到Seven也 因為我是沒事覺得有點累累 或汽車不加 我就會擠Seven 對 真的啊 我就會去Seven這樣 看就看然後挑一瓶吞下去 他就這兩瓶這個 搭配兩顆茶葉蛋 沒有茶葉的 生煎了 喝那個茶葉蛋的湯 那才叫猛 鹽 這太濃了吧 這應該泡一大杯水吧 我覺得這可以稀釋吧 這可以泡 這可以加一點 夏天也可以加冰塊 夏天可以加冰塊 然後你可以把它當沙拉醬 然後加一點優格 可以沙拉醬嗎 可以搭沙拉醬嗎 我覺得這個加優格 夏優格很好吃 對 對 有時候醬是胖的 這個就代替的 我覺得不要那個什麼 蜂蜜芥末醬 就是把這個淋上去 對 這個好嗎 老師 這很好 可是韋如 妳有在追求擺這件事嗎 我在追求透亮這件事情 就是妳那個皮膚的那個 雖然我們是黑肉茶 但是其實皮膚好不好 其實從那個光澤度 跟那個透度感覺 其實真的就有差 那妳跟欣宇的話誰 當然是我好啊 因為她很透亮啊 欣宇妳看 對啊 沒有啦 我上次驗那個 我40幾歲啊 還滿近的耶 但不一樣 你看鏡頭照我跟照她 你看我連這邊手肘 都是亮的耶 真的 因為她喝的 她都是從頭到腳 都可以照亮到 所以不是只有臉 就是連身體的部位 腿啊 這些都是亮的 妳追求是透亮 對 就是靠吃來食補全身 有啦 因為她妝真的很淡 對 她妝很淡 算是淡妝 她皮膚很好 對 算好 又膨 真的 謝謝 真的 你也可以喝啊 我慢一點 我自己有喝啊 我自己也有喝 Sam老師她皮膚也是算好的 對 應該是我看那個 老師界的天王 老師界的話可能前五吧 老師界 不爽啊 我想前五 不好意思 我有吃五個 對啊 我有吃到幾個 不知道 不知道 好天天的有沒有看到 對 六搶六已經喝了千塊 不好意思 不過韋汝講的這個 這個裡面還有很多莓果 看來換能力很好 其實我平常也會喝 那除了這個可以多不錯 一天可以喝幾瓶啊 一天喝兩瓶 最多兩瓶 因為有像維生素C 你吸到它其實還是排出 所以兩瓶是幾瓶 因為我就是想問是 我覺得剛剛喝完覺得還不夠 對 很想再喝 應該要講說 應該要講說你皮膚 想要補充加強的時候 可以喝到兩瓶 對 你平常覺得還不錯的狀態 或者是你也沒熬夜 也沒幹嘛 就靠一瓶 然後來幫助你維持 那我覺得 你皮膚也算真的不錯 有在保養 有保養 每天都有保養 我隔離霜擦很多 保濕界也擦很多 我有講過 我一個月可以擦掉 快五支的隔離霜 那一般女生有到好幾支 就像室內也防止 有些人一支都擦不完 對啊 我擦30磨可以擦到五支 妳是全身 沒有 我臉 全身都擦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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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前方洗腳趾 洗腳趾 臉啊 好激動的 你可以擦到脖子 對 脖子也要擦 差不多 我女生在做的女生有到五支 太多了啦 五支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很勤... 我很勤在擦 因為預防剩餘治療 所以我剛剛覺得 韋汝講的 這個有維生素衣 或維生素的東西 它也是預防 對 預防你不要皮膚的問題 那也可以幫你做到 很好的改善跟修補之外 所以維生素很重要 我覺得平常喝水也很重要 就是兩個要互相搭配 不可能一整天都不喝水 像剛剛Jesse有講到 他可能很討厭沒有味道的水 所以有時候我也會挑選一些 可能比較特別的水 如果吃對 它其實對瘦腰味是有幫助 瘦腰味 對 一點都不補 天啊 只要三分鐘 臉上髒污瞬間不見 大概敷三到五分鐘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敷太久 然後它就會三到五分鐘之後 它裡面就會幫你把髒污 一個一個包裹在這個火山灰裡面 它把它吸走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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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全部把它吸光了 有沒有看到 看得出它的顏色嗎 很漂亮對不對 那就是 哪有 賣茶 有人形容 我覺得很漂亮 就很好喝 苦瓜水 苦瓜水 對 就苦瓜做的水 然後裡面沒有加任何的糖 什麼都沒有 然後它裡面有加了一點點的 它多苦啊 沒有 它裡面有加了一點點的 鳳梨圓 鳳梨圓汁 鳳梨圓汁是要讓它 有一點調和它的味道 我跟你講老師 你喝了你會喜歡 苦瓜水我喜歡 苦瓜對皮膚的 一點都不苦 一點都不苦 真的 苦瓜水如果吃對 它其實對瘦腰味是有幫助 瘦腰味 喝一下 一點都不苦 真的 苦瓜水很好喝 腰圍是很重要 可是我冰會倒掉了 我把冰會倒掉了 我把冰會倒進去 對 天哥 我跟妳講苦瓜水 一點都不苦 苦會苦 聞起來是清香的 很好喝 真的 沒有苦味 因為它不是單純的苦瓜 它是苦瓜加上一點蜂蜜 然後它剛剛說的鳳梨 對 菊菊纖維 我記得還有葡萄 還什麼的 它有好多種苦瓜 還有菊菊纖維在裡面 你看 妳看它弄來了對不對 就苦瓜 就是一個品牌出的 便利店都有買 我覺得Jas還是不愛喝 便利店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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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某一個角落 才找得到它 便利店有賣 對 某一個角落 對 陰暗嗎 沒有 沒有 因為它賣得還不錯 便利店有賣 有 然後它的隔壁通常就是西瓜水 真的嗎 對 我去便利店買紅豆水 這個我下去找 應該是很退火 對 剛剛提到一口氣喝500CC 或是喝1000CC都錯了 因為你很快就會上廁所 所以熬夜的話 大概每隔一個小時 大概就是150CC左右的量 一般我們建議都是喝百開水 但是如果你真的熬夜的話 要喝有咖啡因的話 我們建議可以喝一點紅茶 就是無糖的紅茶 其實還有咖啡因 它是茶裡面咖啡因最多的 但又不像咖啡那樣 讓你覺得說很傷味這樣 然後慢慢喝其實是重點 然後最後其實我建議 如果真的是 你剛剛吃了那麼多保養的東西 那糖其實是它的殺手 就是說如果你又吃了太多 含甜的糖的東西的話 那事實上很容易 把這些維生素 把它很快的就排卸掉 排卸掉了 所以其實晚上的時候 還是少吃一點糖 那我就不准 我很愛吃甜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 因為老師你的作息 是到隔天的三四點 你才睡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 比較容易熬夜到 比如說一兩點的這一種 大概是十點多 可能我們就不要吃太多的 這個精緻的糖 OK 第三個是什麼呢 加強毛孔清潔和保濕 對 對啊 像我是天天一定要化妝 因為上班的關係 那我就會變成說 我很重視清潔這部分 因為如果沒有好好清潔 很容易就是會有卡粉 跟粉刺的狀況 你覺得是不是心語 就沒有出狀況 其實我之前有推薦她一些東西 然後讓她變漂亮 有 妳看結尾 居然也有 有 妳有小姑臉喔 沒有 妳有沒有推薦她 有... 我會問她 跟她競交 妳是真的有在問她 真的 因為她體負真的太好 而且Yumi很容易敏感 對 對不對 所以特別照顧自己 對 對 所以我想要就是知道說 有什麼好發爆 就是關於深層清潔這件事 深層清潔 已經頂級皮膚還要問 還會 可是深層清潔很重要 不過因為其實 皮膚的清潔很重要 不管妳有沒有化妝都一樣 因為妳出去外面 可能會有一些灰塵 油溶性的髒 會沾黏在妳的皮膚上 對 堆疊在妳的毛孔裡面 跳 對 甚至妳會出油 毛孔會阻塞 角質可能會堵住 等等的問題 所以清潔很重要 不過你要做到深層清潔這一塊 有些人他可能會敷一些 深層清潔面膜 對 不過有些人可能敷完之後 它可能水分油分吸走太多 皮膚會變得比較容易乾燥 對 所以妳應該要做完 深層清潔面膜的同時 妳要依照妳的鋪質來選擇 鋪完之後還是會有潤澤感的 所以我今天有帶來一款 很特別 非常非常特別 這個就是那個 美國 馬達娜 對 台灣沒有賣 還沒有賣 好像明年才會見台灣的樣子 那個 它裡面全部都是火山灰 火山泥 然後它用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個棒子 人家把它沾出來 老師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我用嗎 好 這很貴吧 跟Tino用一樣的這樣子 對 你把它敷上來 好黑喔 它裡面全部都是這個火山泥 然後火山泥你在敷的時候 你大概敷多久 大概敷三到五分鐘就可以了 就不用敷太久了 對 然後它就會三到五分鐘之後 它裡面就會幫你把髒物 一個一個包裹 在這個火山灰裡面 吸附 對 吸附 它先包裹住 然後再吸附起來 好 然後妳買的時候 它還有一個這個 叫做吸附的美容儀 然後這個美容儀 它還有一包 它的動作其實有一些東西 然後這裡面有不同的 這個美容儀的這個套子 布套 這個塑膠套 然後把它套上來 套上來之後 這麼多規矩 對 套上來 其實很簡單 只要套上來 因為這個是拋棄 是待會兒就要丟掉了 然後套上來之後 你看喔 這邊是實實面膜對不對 你看喔 我現在要放了喔 等一下會不會有什麼恐怖的 不會... 會經典嗎 不過你這個美容儀 不用貼到皮膚 你只要由下往上 輕輕的往上滑 你看喔 我要放喔 假滑就對了 真的耶 它把它吸走耶 為什麼 這是什麼啊 它都全部把它吸光了 有沒有看到 濕濕嗎 它可以吸得 跟紙鐵一樣的 對 它可以吸得一乾二淨 什麼神經病 天啊 什麼神經病 什麼神經病 這就小時候這樣玩那個紙粉 全部把它吸光 大法師啊你 你看我全部吸上來了 你坤坤換了嗎 髒東西也吸上來 天啊 這好精靈喔 它是立體的 有沒有 它是立體的 好像開了一朵花一樣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吸完之後呢 那我這乾淨了嗎 這個就可以把它這樣子拿起來 反折過來就丟掉了 這個就丟掉 然後呢 它這裡面就流油 裡面就會有橙油 橄欖油 跟這個葵花籽油 不用洗 不用洗 直接按摩掉 推開 好方便喔 好方便喔 有點遜 按摩完 老師你看你兩邊的手 你兩邊的手比較一下 不會 怎麼可能 因為我去杜拜玩 超 妳看這只是很亮 厚亮 厚亮 我去杜拜玩回來嘛 我怕曬太陽 我一直這樣遮 結果我臉沒太黑 我的兩隻手 而且完全不會乾 好厲害 然後皮膚是亮的 好亮耶 這次有超 對 很厲害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然後不用常用的是 好明顯 你覺得皮膚有問題的時候 再用就可以了 對 好棒 果然是天候級的耶 對 很特別 韋如妳要推薦什麼 像我自己也比較注重保濕這一塊 因為真的保濕好的話 你皮膚真的會比較亮 所以我三不五時 就會用這個韓國來的柚子噴霧 來噴自己 它噴起來是超霧的 然後是非常有柚子香味 它超霧的 它只是一般的噴霧 它就是這樣噴起來 超細的噴霧 什麼時候會用到它 平常要補妝的時候 你就先這樣噴一噴 然後它柚子裡面 它是由柚子皮去做 所以它有一點點精油 可以... 就它有一點精油 所以可以剩到你皮膚裡面 去保濕效果就非常好 它真的是霧 對 它是霧狀 它不是水狀 它是霧的很細的 對 然後如果真的皮膚真的比較乾燥的話 我會用這種老人家的那種雪花糕 這是從上海來的 你看這一個古梅林在這邊對不對 它們是用最古老的方式去做 就上海那種野生孩的時候 有沒有 大家可以 野生孩 就是以前那種 上海的女生 因為鋪本鋪本就是那種感覺 野生海 它就做得很彷彷 然後打開就是小罐子 還有一個旅行脖子 老舊的這個 對 老舊的 然後它就遵循古法去 然後它那個濃稠度就不是乳液 它真的是霜狀的厚的那一種 老師 妳可以試用看看 老人家的適合我啊 它是那種霜狀的 這超保濕的老師 你可以試試看 好 可以嗎 超合的 它真的就是古法的方式可以做的 感覺就是 它玫瑰香味 小時候阿嬤的味道 很阿嬤的 很古老的 阿嬤的 就很想唱野生海啊 就是阿嬤的孔子的味道 對 孔子的味道 對 孔子的味道 對 孔子的味道 就是古早味 好想念小時候那種純粹的東西 對 然後就是綁骨去做 然後它保濕度真的超好 阿嬤回來 把阿嬤的回來 真的 怡莉老師 妳要教我們一下 有兩招 一招是保濕的食物 一招是光亮肌膚 通常如果你要保濕的話 有一個維生素A跟維生素E 非常重要 所以你在晚餐的時候 可以選擇比如說像地瓜 或地瓜葉也可以 然後菠菜你就要選擇用草的 那維生素A吸收才會高 那現在冬天其實同好很多 所以如果你們在吃火鍋的時候 倒是可以多加一點同好 對皮膚來講是保濕的 然後維生素E的部分 我建議可以吃一點黑芝麻的東西 或者是像剛剛提到的杏仁 或是一般的油脂苦茶油 女生要有油 皮膚才會保濕 然後另外你要讓肌膚光亮的話 我倒是推薦晚上的時候 如果大概晚餐之後 你想要喝一點點東西的話 我覺得酪梨牛奶 都是還滿好的選擇 但是不要點大杯的 大概小杯的酪梨牛奶 其實就夠了 它裡面有很好的油脂 然後另外如果你要吃堅果的話 我倒是推薦葵瓜脂 為什麼 因為它是屬於熱量比較低 量可以吃多一點 它大概可以吃到半碗以上的葵瓜脂 它的熱量其實是比較低的 然後另外你可以喝低脂牛奶 或者是說你可以真的怕胖的話 其實大番茄它本身 它除了維生素A之外 它維生素C也不錯 所以這個是還滿好的選擇 OK 像我有個問題就是 因為像我們上班族下班 有時候回家就是很晚 然後會想要吃點宵夜 可是又怕吃錯宵夜之後 隔天起來水腫然後變胖 所以我想請問就是專家們 有沒有什麼推薦的宵夜好吃 對 真的 好吧 因為每次只要吃到宵夜 這件事情 通常怕胖不建議吃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人 其實很辛苦 他都很晚才下班 所以宵夜到底要吃什麼 其實如果你真的是容易熬夜 回家你還要熬夜看劇的話 這一種 你要提振精神的話 我覺得倒是你的晚餐 辛香料可以多吃一點 尤其像大蒜 青蔥 或是薑黃類的東西 這個其實對提神來講 非常有幫助 裡面的維生素B群 比一般的蔬菜還要來得高 所以晚上反而適合吃這種辛香料 飲品的部分 尤其是現在秋冬了 其實女生你會發現熬夜 就是晚上你會覺得手腳冰冷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吃一點薑汁 然後我覺得推薦薑汁紅茶 其實還滿好的 或是如果你真的要喝果汁的話 建議是不要喝單純的果汁 要喝蔬果汁 然後另外像豆漿 黑芝麻豆漿其實也滿好的 它對養顏美容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晚餐的時候倒是 你在這座餐的選擇上面 倒是可以去點 比如說像蒸蛋 然後你可以吃一點黑木耳 因為秋冬剛剛蘇晶姐提到 很多人有心血管疾病 甚至於你會發現 常常熬夜的人容易便祕 早上其實都會發現容易便祕 所以其實黑木耳是屬於蔬菜裡面 膳食纖維很高的 然後牛棒 然後你的主食可以點一些 比如說像烤鮭魚 然後另外像滷雞腿也可以 地瓜葉其實是促進腸道滷動 幫助你明天排便很好的蔬菜 所以你晚上可以做這樣的選擇 OK 黑人哥是最有資格說飲食的 你瘦那麼多 真的... 真的就變成一個 星秀小哥了 然後你看你PO一張照片 是有牛排跟鮭魚這樣 那是什麼 早餐還晚餐 就晚餐 應該 我是早餐 早午餐 是牛排鮭魚耶 但我還是有吃一些菜 有一些媽媽一直說 你好像沒有吃菜 Facebook下面都是媽媽說 這樣不對喔 你是身為工作人物要推廣青菜 要推我吃青菜 對 青菜也好 對 自己的健康管理跟容貌 要刺激喔 好 謝謝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